本期视频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游戏前期刷传奇装备或者是现金或者是易矿或者是刷经验非常好的一个地点 首先玩家需要来到雅典纳星 那在雅典纳星的中间部位呢有一个非常长的桥 我们需要先来到这里激活这里的储存点再来到这里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 这里呢就有一个非常大型的鼠狼 那这个小boss呢或者是小精英怪呢就是我们本期视频的重点 只要击杀掉它就会掉落非常多的易矿以及现金 还有一定几率掉落传奇装备 那如果大家想反复刷这个精英怪的话只需要退出游戏并重新进入 角色就会在之前长桥上重生点重生 那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几点心得 第一点是它是红色血条的怪物 所以呢推荐大家使用火焰伤害的武器 第二点是在某一段主线剧情当中呢 玩家会解锁用近阵攻击击碎这些易矿矿石的功能 只要击碎这些易矿矿石就可以获得易矿 那如果玩家在获得此技能之后来到这里呢 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易矿 第三点是如果玩家已经通关了全部主线剧情的话 可以选择混乱模式3 再来这里刷这只小精英怪就可以有更高的几率获得传奇装备 那在这个地图附近呢也会有一定几率刷出被易矿矿石覆盖的武器箱子 那大家如果有心情的话 可以连着附近的敌人一起击杀 那不知道各位观众老爷对于本期视频有什么想法呢 你们还在其他的地图中发现了如此好的狩猎地点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那想要观看更多关于无主之第三视频的小伙伴们 可以关注这个游戏主战和我创建的游戏视频收藏夹 我会在第一时间更新关于无主之第三的最新资讯 那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下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拜拜 by bwd6